俊良的 一会儿哭了 你有喜欢的明星吗 你追星吗 会因为比如说他演一个角色 然后我觉得这个人很不错 比如 一样先洗之前看看那个上面 一样先洗 就觉得还挺不错的 今天海边很舒服 但是风有点冷 就是约会之后写的 你和一个男生现在挺好的 但是有旁边一个默默付出的男生 他每次给你写的信虽然不长 但是还挺用心的 包括写少年的你的台词 他不会去找Jasper了吧 看到俊良的两封信 真的挺不失滋味的 我觉得有点做错事情 或者是 是我没有主动去跟他沟通 忽略了他的感受 我只想着前面先去解决 我想解决的问题 但是没想到 我解决完以后 后面还会来一个问题 是我考虑不周全的问题 再次回到消灭吧 我解决了 你不是什么 我解决了 你我解决了 你解决了